272可能問說 請問您對於台灣賣賞雙語國家的政策的看法如何 是不是有必要 而且不管是 還是不是有必要 那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如果要認真回答的話 我們剩下時間就用完了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seminar的題目 但是我想我就很簡短說啦 如果要追問的話 可以很歡迎按鈕追問 或者是在slido上面再追問 對我來講雙語它比較是不是特定的兩種語言 而是是不是習慣在 好比像說我們看電影 很多時候聽是聽一種語言 但是字幕是另外一種語言 那或者是我們在 像我在用slido的時候 常常就是 因為我在腦裡面是用英語來思考 但是我在講出來的時候 我在腦裡就要經過一次的轉譯 但是裡面的很多的 引用的這些sourced material 那等等 那當然又是英文的 所以我就要很確定說 那你現在問的這個字 我如果在腦裡要引用一個 或我開一個什麼網頁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語言還在mandarin的時候 但是我的就是文字的部分 又可以切換到別的語言去 那我們看到很多 好像在新加坡等等 那它的所謂的雙語環境 有的時候也就是 真的不一定是英文、華語 或者是英語、中文 那也可以是就是它的自己的 native language 是怎麼樣的口說語 然後再配上就是共同的那一層 英文的caption 那我們現在的大部分的機器翻譯 現在的語言模型 其實都已經是超語足的 就是說你如果像GPD-3 那這種東西 你訓練了一個 就是了解某一個大的 這個語言資料庫裡面 它的內在邏輯的這樣子一個 繼續學習的模型 那很多時候你可以用一種transfer的方法 然後去把它 好像機器翻譯 就是在歐盟的各種語言裡面 彼此互相交叉翻譯 這邊訓練好的這件事情 在別的語言隊 也是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對我來講 雙語其實就是 你最慣用的任何一種語言 可能你的母語等等 然後跟你現在想要去接觸的 另外一個文化、另外一個社群 那它是一套方法 是告訴你說 那你可以怎麼樣子在保留你本來這個文化的情況下 但是用一個跨文化的方式去運用各式各樣子的 剛剛講到的文字跟語言 就是互相轉譯等等的這種技術 然後去很容易的 然後也完全沒有覺得說 好像要花非常非常多力氣很輕鬆的 那就能夠去融入另外一個第二個社群去 那語言在這個中間 它就是一個instrument 就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當然這個跟就是傳統上面 我們是把某種語言當作考試科目等等 一樣是不同的想法 因為傳統上外國語考試科目等等 大家是對於那個就是 包含品字啊文法啊等等要求是很高的 那大家不管是在就是 閱讀上面或者是聽禮的上面 或者是翻譯的時候 要很講求這個文法正確性上面等等 當然是有所堅持 我覺得這是很棒 但是我覺得這個跟我剛講的這種 second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是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英文是好像14歲才開始學 英語是20幾歲才開始學 但是在那個之前 我就就是也有去德國住過嘛 剛好也是住在德法邊境 所以就是稍微揮一點點字字片 然後就跟人開始下沉亂聊 這個本來就是在一個就是多語言環境的人 的一個本能 那所以我當時在學英文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網路上面的聊天室 當時叫IRC 上面這個我在玩一個叫魔法風雲會的遊戲 現在還在 對這個歷史悠久的一個遊戲 那那個遊戲當時也都還沒有翻成中文 所以絕大部分的紙牌其實都還是英文的 那我為了要學那些詞 因為就是魔法風雲會是一個集幻式紙牌遊戲 它要不斷的印一些新的詞出來 才能夠說服你掏錢去買 所以它那個詞都不會重用 就是同樣一個概念 好比像說Counter Spell 那它可能就發明很多的字 什麼Annulation Abeance Display 什麼之類的 有很多很多感覺是居然一等級的這些字 在形容同一件事情 那但是 當時因為要玩這個牌嘛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管它是生字還是男字還是什麼 它只是讓我跟國際上面達過法風雲會的社群 能夠講同一種語言的一個工具而已 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學得非常快 而且在RSE上面根本沒有人講整句話的 標題也都亂用 那所以這個就跟我就是小的時候 10歲11歲去的發辯經 就是會寄個字就開始跟人隨便 亂聊天是一樣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就是在一個非常非常informal的語境 去開始學習用英文跟人家扯 然後到20幾歲 那我腦裡已經沒有acoustic model 對不對 我大概腔調什麼 就沒有一個英文的腔調 因為我都沒有在講英語嘛 所以後來我去國際上研討會等等 基本上就是上一個人跟我講什麼扣音 我就用他的扣音回去跟他講 因為我腦裡並沒有一個native的英語 應該要怎麼樣子發音的這樣子一個扣音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這樣子你在雙語的環境 有一次成功的經驗之後 同樣的這些做法 你就可以再把它防到第三種語言 第四種語言 第五種語言 而且你每次多學一種語言 你學下一種語言的速度就又更快一點 因為它中間一定有很多互相重疊的這些地方 有很多公用的字跟公用的語法 所以我覺得總是要先從雙語開始 慢慢才能夠到達多語言的這個情況 所以你說有沒有必要呢 我是覺得至少讓大家不會覺得 這是一件讓人很頭痛的事情 不要破壞了大家學心的語言的胃口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你說是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掌握到 nearnative的程度 能完全看你的社群 就是像我們寫程式的 你如果不會英文的話 基本上很難去做出什麼貢獻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就是官方語 那大部分的城市語言的關鍵字 也都是英文的 這個是跑不掉的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至少當我在看到一種 新的需要我去掌握一種語言 才能夠接觸到社群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說 這個我是覺得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而是說我就開個Dualingual 或者就開一些什麼DBL Translator等等 我就覺得說 好啦至少我就可以 瞎拍到某個程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 At East 就是比較放鬆的感覺 我覺得才是雙語國家 或者說我們現在叫雙語環境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